以下为您播报美国之音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 随着加拿大和新西兰出现更多的猪流感疑似病例 世界一些国家的政府努力避免出现猪流感大流行和全球恐慌 世界卫生组织宣布猪流感病毒是引起国际社会关注的公共卫生紧急状况 具有大规模蔓延的可能性 墨西哥卫生官员说 据信猪流感已经造成103人死亡 患者超过1600人 墨西哥是猪流感疫情的中心 欧盟星期一召开欧盟卫生部长紧急会议 讨论猪流感疫情可能构成的威胁 亚洲国家已经开始对班级乘客进行检查 美国国土安全部长纳波利·塔诺宣布公共卫生紧急状态 并说这一行动允许有关当局动用联邦资金和发放抗病毒储备药品 美国疾病预防和控制中心代理主任说 到目前为止已经在美国五个州确认20个猪流感患者 厄瓜多尔总统克雷亚星期天宣布他在总统选举中获胜 在这前不久对已投票选民的调查显示 他获得的票数遥遥领先 调查显示 克雷亚在八个候选人参加竞选的选举中获得的选票超过了50% 克雷亚总统的当前任期还剩下将近两年 不过根据去年9月选民通过的新宪法 这次选举是必须举行的 在克雷亚2007年掌权之前 厄瓜多尔以摇摆不定著称的选民 在不到十年内罢免了三位总统 这位左派总统动用厄瓜多尔的石油收入 来支付医疗保健 住房退休金和教育费用 克雷亚是一位在美国受过教育的经济学家 他对美国的拉丁美洲政策持批评态度 土耳其官员说 在伊斯兰堡对极左激进组织成员 发动突袭时发生战斗 导致7名警察受伤 有关官员说 星期一在警察准备进入一座公寓时 一名激进分子向警察投掷了一个爆炸物 当时空中弥漫着浓烟 直升机在上空盘旋 警方说 在对60多个地区连夜进行的突击中 拘留了至少10名嫌疑人 这次突袭离5月1号只有几天 土耳其议会上星期刚把5月1号重新定为节日 1980年土耳其发生军事政变后 5月1号不再是土耳其的全国节日 在那次政变发生之前 土耳其政局非常紧张 左翼和右翼活动分子在街头发生暴力冲突 俄罗斯警方官员说 一个警察局长星期一上午在莫斯科开枪打死三人 打伤六人 俄罗斯检察院调查委员会一位发言人说 丹尼斯叶夫休伊科夫首先开枪打死他的司机 然后他进入一个超市 开枪打死一个女收云员和一个男子 还打伤了六个人 叶夫休伊科夫是莫斯科萨里特辛科区的警察局长 目前还不清楚叶夫休伊科夫行凶的动机 新公布的一份报告说 中国近几年进口的常规武器减少 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院分析了五年的数据 已得出一个比单一一年的数据更为可靠的平均值 在最近一个阶段 也就是2004到2008年的数据分析显示 中国仍然是全球进口常规武器最多的国家 占世界进口总量的11% 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院的研究人员保罗·霍尔汤姆说 中国获得武器最多的年份是2006年 霍尔汤姆还说 在2007年和2008年 中国进口的常规武器数量明显下降 好了 以上就是美国之音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 感谢您的收听 收看